收工了 我们也给大家这个 看几种比较特别的品种 好吧 番茄 好 它有点特别 你来看看 好大呀 两斤肉吗 差不多 差不多两斤肉 上次秤给大家棒一棒 这个品种叫大彩虹 是一个非常大果的 并且好吃的品种 知道挺多 这个是你看一岁是留了四个 这个一岁留了三个 你看这个果子有多大 一个手抓不过来 一个手都抓不过来 大彩虹 这是第一个 这个品种很好吃 但是需要提醒的是 这个品种需要人工收粉 几乎所有大果都需要人工收粉的 收粉的方法往前翻 之前发过了 这个也特别 这个也特别 长得挺神奇的 这个叫旅行者番茄 之前旅行的时候 他们会带这个番茄 看到吧 直接拧 是领着吃的 就是说你一下吃不完的话 可以保存 有意思吧 来我们尝一下 这样子 老番茄味道好好吃 是吧 番茄味很浓 偏酸的口感 就是老式番茄的味道 傍晚的蚊子太多了 咬死了 我这里有缺页 我也在那 这大包蚊子太多了 可以一瓶不行 折手一瓶 这是我们东方有资质的 因为上下的话蚊子突然厉害 之前用了很多 进口的确实好用太贵了 我们就资质了 资质之后 长日上架了一批 大家反馈非常不错 已经上架了有三年了 你们可以试一试 如果蚊子咬你的话 你可以过来咬 咬我跟二狗 可以 非常好用 分三个版 硬耳版 然后家用的和户外的 你像我们这种 在地里面的话 就是建议户外版会比较好 你像喜欢夜调 野外的这种活动的话 户外版 正常加美用家用就好了 然后三到六个月的小朋友 就是用硬耳版的 这个品种是我最早的时候 想找的品种 这个叫铁皮柿子 或者叫草莓柿子 一直都没有找到正宗的 就是有很多长得很像 但是我们实际买回来之后 就发现它包装上 直接写着这个杂交的 它长得很像 但是味道是不对的 后来我是去年的时候 在这个中国老品种的联会上面 碰到了清晓农客院的 这个王电淳先生 他就是专门负责这个铁皮柿子 七二缸六九 这个品种的这个腹状 和腹育工作的 他送了我们一包 我们的今年种出来了 让我们尝一个吧 尝一下 这个是小果 这是小果 接下来 绝了 绝了 特别细 特别特别细 这是我们国产的一个老品种 这个有点熟过了 但它口感巨细腻 特别滑 用我的话就是 入口一话 入口一话 你弄这个就对了 对对吧 吃到这个我想到以前了 你尝到这个感觉 老番茄味很浓 而且 老师 它的肉质是脆的 对 夏天吃一颗特别舒服 哇 是吧 好吃的 对 等于说跟刚刚那个其实不同风味 七二缸六九 原种 哎呦 咋了 这是不贵 这个 长了一个小尖尖出来 很调皮 这个是黑美人 黑美人的话 今年黑美人果子有点小 不知道 可能养护的问题 还是天气的问题 不确定 我们之前种的还是比较大一些 这个应该是最黑的番茄了 它在冬季的时候 几乎是 不是几乎啊 就是全黑的 就是全黑的 然后夏天的时候 它颜色会红一些 美人系列都是 我们之前测都是比较好吃的 蓝美人 黑美人 白美人 这个美人系列的话都很优秀 小青天 好看啊 小青青 嗯 嗯 嗯 纯甜 很香 哈 哎 这种黑的 总是能吃到一股那种李子味 还是黑布林的味道 我就感觉 黑布林 黑布林的那种感觉 很水果 非常熟 好吃 我感觉不到 我吃的满脸都是 感觉不到三味 没有三味 没有三味 好 今天我们就到这吧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